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由李宝卢爷爷传的中国式摔跤基本功的一些动作 今天呢,讲解的叫做手别 手别的方法其实挺多 今天呢,我们以这个最初级的练习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 同时呢,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一种方法叫车顿部手别 请大家先看一下我的动作示范 刚才的动作叫做手别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车顿部手别的动作 刚才的动作是车顿部手别 一一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同学们没有接触过手别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双腿微微弯曲 三站好 双手放松 下身有点类似于以前学过的长腰崴的动作 双手合一体前完全下针大约 与肩部同宽 下针之后 我现在以我的身体往左侧转 肥力 转身 脚掌连转 右手在右腿外侧 右手在右腿外侧 向后拨的同时 转身 紧低手 变脸 转身 再次合住 脚下粘转 走的过程中 回头变脸 同时 底手一定要紧匀 腰间 后面手 别挡住 想象在对方的膝关节 这个位置 莫转右 同时 蹬腿 向外穿出 发力 完成我们的手别的动作 这个动作平常可以慢慢找 刚开始 不稳定 可以站高一点 之后 习惯了以后 把动作放低 双手交叉一体前 转身 脚下 脚掌连转 不要有一个足跟的连转 回身 长腰变脸 右手 在 右大腿的外侧 前面的 公布的腿 千万不要向外展 向里合珠剂 这个就是我们守别的动作 如果练习过长腰摆的同学 可能学习这个动作不是特别难 难的呢 在车轮步的动作 因为空间比较小 可能刚才的车轮步做的 比较小一点 其实动作 大家注意 看我们脚下 不可以有一个足跟连转的动作 完全都是脚掌贴地 这就要求我们有小转子脚的基本功 和这个平时车轮步的基本功 都要非常的扎实 然后再练习这个 把它与这个手别的动作相互结合 而且我们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还有行进肩的 这种车轮步的手别 等等等等 很多的训练方式方法 大家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在原地的练习 之后建议大家都把车轮步去练习一下 因为很多的时候 车轮步对身体的要求 还是非常大的 两腿不要完全蹬直 一直都是要保持一个弯曲的状态 平时可以多练一下小外装 小转子脚 来辅助这个车轮步的练习 之后慢慢的把这个手别的动作加上 手别一定要记住 转腰的时候 长腰变脸 向外挡的时候 手向后 挡的同时 另一只手 底手一定要紧于腰间 现在不要松懈 紧于腰间 头 到我们的脚后跟的位置去看 就是登出脚的脚后跟的位置去看 大家平时可以多去练习一下 好 今天先讲解这么多 感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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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